今天我们来聊聊古代中国海外曾经有一块领土,后来自己独立出去,现在却老跟中国抬杠,与中国争利益,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呢? 这个国家就是越南,从我们国家建国以来,一天都没有安分过。 在秦始皇时期,越南就被划入了中国的领土版图,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的名字就是将军。 此时朝廷会派大臣直接管辖盖地区,小的事情则由地方官员处理,大事情都得上报朝廷,由中央进行裁决,遇到重要的事情还得经过皇帝亲自过问。 秦朝的寿命十分短暂,伴随着秦朝的衰落,南海郡的地方长官赵佗趁乱起兵造反,建立了南越国,包括今天的广东,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,首都就是今天的广州,其实也不能全怪赵佗。 秦二十后期,国家四分五裂,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,本就是在偏远地区的南越国,如果还想要掺和在秦朝的纷争干扰之中,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 那么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应该如何生存下去呢? 秦朝灭亡,汉朝建立起来了,咱们的雄差伟劣的汉武帝刘彻直接派兵灭了南越国,还在越南设立了行政机构来管理越南,越南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 从此以后这个地方一直属于中国管辖,直到五代十国时期,越南再次利用中国内战不断,四分五裂的局面,越南自己又再次独立了,正式建国,从此才有了越南这个国家。 虽然此后,宋元时期的中国皇帝曾经对此想收回师弟,但都是以失败告终。 直到明朝,明成祖多次派兵中战越南,这让越南十分畏惧。 几次战争下来,越南逐渐老实起来,不敢动不动就侵犯中国的边境地区。 明成祖也趁机再次统治越南,但是越南依然不爽,一来机会就闹独立。 这个契机就是明成祖的去世,此时的越南又活跃起来了,此时的明朝已经不再是之前富饶强盛的明朝了, 不想再浪费过多的精力在这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国家,直接放弃了对越南的管辖权。 也就这样,从那时开始,越南就一直与中国过不去,时不时骚扰中国的边境地区, 但我们把它打一顿后又乖乖的了,真是个欠贬的国度,不可思议。